随着中原商界巨子许家印主席被采取形式强制措施 许老板的御用民族歌舞团也成了人们热议的话题 恒大民族歌舞团 按照恒大官方当时的说法 成立这支歌舞团的目的 是想开拓文艺市场 推动扩大恒大的品牌的美誉度和影响力 1999年9月 许家印决定成立恒大自己的专业歌舞团 并取名为广州恒大民族歌舞团 据悉 恒大民族歌舞团的团员们 个个都是妙龄女郎 她们容貌俊俏 身材窑窍 体态轻盈 所表现出来的舞蹈技巧及艺术水平 让人惊叹 令人惊艳 许家印对这支歌舞团非常重视 曾亲自参与歌舞团团员的选聘和考核工作 并要求所有女演员都要有高颜值和高水平 虽然恒大歌舞团成立时间并不长 但作为一支优秀的舞蹈队伍 曾连续四次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 是一支具有较高艺术水平 人数超百人的中型歌舞团 2021年 恒大爆雷 总负债高达惊人的2.5万亿 每年仅增加的债务和利息 比华为 阿里 腾讯 京东 万达 小米这些公司的年利润总和还要多 因此恒大民族歌舞团也难以支撑下去 恒大债务爆雷之初 许家印对歌舞团还是抱有希望的 他企图留住歌舞团 已被自己东山再起 但是随着爆雷以后 恒大的四面楚歌和举步维艰 歌舞团保持运营的困难也越来越大 面对巨额债务的艰难困境 许家印不得不忍痛割暗 繁泪解散了恒大民族歌舞团 据说 歌舞团解散的时候 很多团员都流下了眼泪 他们对许家印说 如果有机会 我们还愿意跟你一起发展 眼见他起高楼 眼见他验宾客 眼见他楼塌了 从恒大和许家印目前的情况看 他们这个愿望可能永远也不能实现了